今天在命理学当中 有一个叫做贵人诀 这个贵人诀代表就是说 你遇到这个人 你会好像无形当中 你会主动想要帮他 或者是说 你跟他在一起做一个试验 好像特别容易成功 两个人特别有缘分 这叫术士之源 那这个术士之源 我们就称为是一个命定贵人 第二项要来看什么呢 要看眉毛 贵人看眉毛 右边这一边 你们看一下 这右边这边是眉毛浓 而且过目 过目的意思 浓就是重感情 讲道义 那么过目 过目的意思就是长的意思 眉毛长 他讲道义 长又是持久 不会说很短暂的 只是心之手之作 不是他长长久久 那右边这一边 它是眉毛淡 而且疏短 就淡的话比较讲求名利 跟人之间的交往 就比较不会说讲道义的 讲名利的 那么疏短就表示 不持久 右边才能持久 所以比较之下 相较一下 当然是这一边 当然是贵人多 我们讲一个人贵人 有些人贵人很多 一生不断 有些人就比较少 或者几乎没有 所以我今天是用人像学来讲 我就用人像学的四张图 来做个比较 我这个图 左边这边的就是贵人多 一生贵人不断 右边的人就是贵人比较少 用这个来 四项特色来做个说明 第一项用首项来看 首项看什么地方 首项看这个 手上这里有两个 一个是生命线里面 有这个叫做贵人线 另外在无名字下面 这个叫成功线 是 那我们左边这边是怎么样 成功线贵人线很明 就是很清清楚楚 很清晰 不会断 那右边这边呢 一样的是成功线贵人线 就比较暗 暗的意思就是不清楚 或者没有 或者断断续续 或者破坏 或者分叉这些 就是不好的意思 那左边这边贵人多 右边这边贵人少 那左边这边就是 为什么贵人多呢 他做事情非常跟人家合作 他愿意做 努力做 人家要什么 他配合的 配合人家 自然人家要提拔他 他贵人多 那右边这种呢 你做事情 有点只是考虑自己 要做不做的 人家想要提拔你 也比较难了 所以贵人就比较少 这是第一项 我们用首项来看 好 我们用第二项来看 第二项来看什么呢 来看眉毛 贵人看眉毛 右边这边呢 你们看一下 这右边这边是 眉毛浓 而且过目 过目的意思 浓就是重感情 讲道义 是 那么过目 过目的意思就是长的意思 意思是眉毛长 他讲道义 长又是持久 不会是很短暂的 只是心之手之作 不是他长长久久 那右边这一边呢 他是眉毛淡 而且梳短 就淡的话比较讲求名利 跟人之间的交往 就比较不会说讲道义的 讲名利的 那么梳短就表示不持久 右边才能持久 所以比较之下 相较一下 当然是这一边 当然是贵人多 那一边就贵人少了 那我们的王道大哥 他就属于右边这一边的 那还有刚才化妆之前 我好像发现你眉毛里面 是不是有白白的 白色的瘦毛 有白头发 有白到眉毛了吗 有 你刚才化妆的时候 我看到是因为化上去了 其实你很多白的 那个白的是瘦毛 非常好 瘦毛也代表贵人 就是说一个人60岁以后 尤其是男人 女人这个可以不论 男人这个眉毛 会有个白白的 比较长的 代表瘦毛 也代表贵人 也就是说 大后老还是有贵人 这个意思 那如果说 这一点女人不必论 只论男人 因为眉毛是男主 这个主经 主男人 好 这是第二项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项 第三项贵人多 跟贵人少怎么看呢 一个是额头 高而开 又是我们的王道大哥 额人贵 这个高而开 那么那一边呢 短 而且窄 而且是 这个比较低 那为什么呢 因为额头是事业工 代表一个人的工作态度 工作有没有认真 我们有一句话说 你要提拔看额头 你要不要提拔一个人 年轻人几个人站在那边 你要提拔谁 额头低了 就是没有人看到他 看不到他 这就是年轻人 我们要提拔张胜叔 我们是以年轻人来论 你要提拔一个年轻人 如果他额头高 但是把头发都盖住了 那个也不行 所以我们讲额头一定要开 尤其是男人 额头一定要开 不但是代表你这个工作态度 代表你事业成功 代表人家会提拔你 那你短短矮矮的 这个浅浅的 找不到你 真的找不到你 几个年轻人在那边 哪一个哪一个 提拔做科长 提拔做经理 当然是额头开的那一个 自然所以左边这个额头 高额开的贵人多 那边就贵人少 好我们看最后一项 最后像第三项 我们看耳朵 耳朵呢 左边这边是怎么样呢 是大额有株 我们王大王大哥 耳朵真的很大 我是大耳朵吗 你大耳朵 跟你自己的脸来比 你的比例看 你非常大 是属于相当大的一个 那一边就耳朵比较小 而且单薄 单薄就是像 有的耳朵薄得像纸一样 我们这样用纸来形容 表示很薄 我们要厚又要大 那么这耳朵代表什么呢 代表一个人的包容力 忍耐力 耐心 还有最重要的 你耳朵大 你自己也是人家的贵人 你不但贵人多 人家提拔你 人家赏识你 你也会做人家的贵人 所以左边耳朵大 贵人多 一身贵人不断 右边这耳朵小的 就比较差了 好 一项四项 任何一项都算 那么观众朋友 可以参考一下你自己 那我们今天来的 这个王道大哥真的是 除了第一项 我首项我没有看以外 二三四应该都是 针对你来说的 一身贵人很多 对 谢谢老师 谢谢 什么样守面相的人 分析看看 医生会有贵人来相助 是头大的有贵人 还是头小的 通常以前的人都说 头大面疏 头大旗才 但现在你看肚子大的 都说你烂度了就不好 再来就是一定要什么 所谓的九头身 就变成一定要头小 因为 卡米拉会是比较好 就是因为艺人的关系 那如果你在外面做事业 做一定要头大 因为头大表示你脑容量大 表示你聪明 就是说我们一句那个祝福人的话都是说 希望你一生遇贵人 都是贵人 因为贵人很重要 通常像我们出外去发展 去生活 摩生什么都是一定要有遇贵人 因为贵人来帮助你 很多事情你就会比较轻松 那如果没有贵人的话 那就会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轻松 但是如果你遇到小人的话 那就很惨了 那我们现在看待的是 一生都有贵人相助的人 像什么样的人 就是天生比较福气 有贵人随事 就是常常都有贵人的 这个就是要天庭饱满 而且要地格方言 这个就是头大 对啊 所以说头大的人 他一定会有一生有贵人 因为通常这种人 天性善良 很少跟人家计较 而且会结交很多的朋友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他有天生的福气 这个就是聪明嘛 因为聪明 你到任何一个地方 老板都会喜欢你 我们当然 可能演艺签会除外 因为演艺签可能不喜欢大头 但是一般的那个公司 没有当我赚钱之后 老板就喜欢我了 对一定的 因为怎么样 他的那个脑筋 各方面都很好 所以就一定会帮老板赚钱 你看那个科技新贵 大家都是希望那个天庭很饱满 头很大的 你看到都是 四十几岁就一头的白滑 这样子的 都是科技新贵 所以还有就是要地格也要好 因为这个就是会 就是地格翻演才会有福气 如果说你头大 那个下额就是说 下摆这个地方是尖的 那大颗线就整成这样啊 那这个就是变成说 你没有办法能够持续 所以说地格也要演 所以整个一个要圆圆大大的 这样子的话 你一定会有很多贵人 这个叫天生的福气 贵人能够随时在侧 再来就是我们看 这种是气场很大 气场强大 小人是不敢接近的 就是眉清目秀 通常像眉清目秀 这种人他就看事情比较精准 就是因为他眼睛很 那个叫眼神很精准 所以说是很好 那再来就是鼻梁药高的呢 这个就是对他的工作上面 就是做能够高碳级 他会闻钱的味道 那再来就是前骨要有力 因为前骨有力的人 他就是能够掌控育 掌控他的那个公司的财运 财运什么都会掌控得很好 所以这种人他其实气场很大 小人就不敢来接近 所以说属于富贵吉祥的人 这种人也是一生都有贵人来相助 因为一个人要做事业会很成功 他通常都是一定有很多 不管是上面的人或是下面的人 下面的人帮助他也是很重要的 上面的就是老板或是说 那个叫做同样的一个 工作性质的人 如果能够当成一个好的朋友 对他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应该讲 气场很强大 小人不接近的 再来就是胡混比较深眼 处处能够易到贵人的 耳朵一定要厚长 那耳垂一定要有足 就是要有足 这个叫做天生胡气的 这个胡气会比较旺 而且有智慧 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很 很圆满 很好的一个家庭里面 应该讲说从小就是 一个咬着金汤匙 银汤匙出身这样子的人 因为耳大的人通常你不会看到是一个 一定要厚 耳大没有用 还要加一层厚 那这样子的人通常不会是那种贫困的家庭出身的 所以从小就在一个好的家庭里面出身 当然他的所受的教育 所受的环境各方面都会很好 应该讲说很早就已经人脉什么都能帮他安排好了 所以说一定有贵人很多来相助 所以说可以讲胡混身眼处处能够溢到贵人 是 这就是一生能够溢贵人的这些像这样子 汤正伟老师 哪些生肖 观众朋友 今天这一题很特别 哪些生肖是彼此的命定贵人 你知道你的贵人 以前我们都算什么三合六合 但是我们今天从生肖来讲 说这个比那个更准 你想想你自己是什么生肖 然后你的贵人你记住 对不对 找到他 好 其实基本上我们刚刚赌云哥说了 我们一般生肖有分三合六合或三会 那你有听过六冲 这些当然都跟你的生肖当中 除了六冲之外 三合六合都还是蛮有缘分的 不过我们今天在命理学当中 有一个叫做贵人诀 这个贵人诀代表就是说 你遇到这个人 你会好像无形当中 你会主动想要帮他 或者是说你跟他在一起做一个事业 好像特别容易成功 两个人特别有缘分 这叫术士之缘 那这个术士之缘 我们就称为是一个命定贵人 所以大家也可以找找看 就是说对照看看 你是不是生病有这样的朋友 或是你生小孩的时候 你也可以生这样的生肖 来帮助你事业会更成功 有些人生完小孩有没有 会发现说 奇怪为什么生到这个孩子之后 我的事业越做越好 很可能就生到这个所谓的 命定贵人的生肖 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 好我先介绍一下 例如说你是出生的年肝 像今年2020年是不是 庚子年 那庚就是今年的年肝 例如说你是甲年 雾年 庚年出生的 或者你是民国的出生尾数是三七九 就是三七九 民国出生 那西元的话就是零四八 都看最后一个尾数 老师再讲一次 好 从头再讲一次 好再讲一次 好 假设你的 听清楚哦 OK 假设你的出生年是 甲年 雾年 庚年 像今年2020年是不是庚子年 就开那个庚嘛 好 或者是你的民国的出生年的尾数 你是 你是 我是九 九 我 我出生什么时候 民国 零零 尾数 我是 我是 四 好 观众朋友 你的民国出生年的尾数是几 然后像子余是九嘛 是九九 好 你就符合了 我们刚才讲 民国你是如果是三 尾数是三 七 九 那子余就是更年出生的 所以他是更五年的 是更五年 是更五年 对 所以呢 依照你的贵人来讲的话 你就是属牛跟属羊 就是你命定的贵人 老师先把所有的那个好 对 好 先讲 交代一遍 再跟大家讲解 对对对 好 假设你是以年或几年出生的 民国尾数是四 跟八 例如说四十四年 或四十八年 或七十四年 或七十八年的 鼠跟吼 就是鼠跟吼是贵人 好 好 那如果你是丙年跟丁 老师先讲尾数是几的 好 如果你是那个尾数是五跟六呢 代表你就是丙年跟丁年 民国 你的出生年的尾数是五跟六的 你就是丙年的 对 或丁年的 或丁年的 尾数是五的就是丁年 六就是丁年 好 所以呢 你的贵人呢 就是猪跟鸡 好 像灯辉的话呢 他是新有年嘛 新有年呢 我们先看一下 他就是新年出生的 好 贵人是虎跟马 那新的话尾数就是零 好 所以灯辉是 民国七十年出生 对对对 好 然后呢 我们讲 任跟葵的话呢 任跟葵的话 无论尾数是一 一就是任年 二就是魁年 好 所以呢 他的贵人就是兔跟蛇 以此类推 好 所以其实 灯辉的话呢 他是新有年嘛 所以呢 他的新有年呢 尾数是零 对不对 所以他的贵人是谁 虎跟马 所以你看 他们是有队道的 所以你是属什么 他是马 对啊 所以属马 对 所以他才是我的贵人 表面 我才是抗救你的人 是不是有没有搞错啊 他还在形容你 那你老婆属什么 我老婆属猪 可是你看属猪哦 你看鸡嘛 对不对 猪跟鸡呢 是在一起的 有发现吗 有 那他们要干嘛 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 或许你们出生里面有队道 可是如果你是 这两个生肖有队道的 都是有缘分的 有听懂吗 例如说 像 灯辉属鸡 老婆找一个属猪的 也是贵人 所以他也是 互相帮忙 是互相帮忙的 因为这也是五行相生的 那再用这个表来看哦 假设你是属虎的 找马的 也是可以 那你会说 那牛跟羊呢 这一组呢 不是六充吗 那为什么又可以贵人呢 他们的贵人呢 虽然是六充 不过牛跟羊呢 碰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会属于是 在投资方面 或者是在理财方面的一个贵人 对 因为他们是土土相充 所以这个也可以 除了看三合六合之外 这样的生肖组合 也是可以看出 你跟他有没有缘分 只是有相充的 例如说牛跟羊有充 对不对 那他充在一起的时候呢 虽然会吵吵闹闹 但是呢 其实心里还是很在意对方的 那种缘分 充还是会有一种就是草 但是呢 因为他还是属于在贵人爵里面的 所以他们还是一个贵人的生肖 还是很有缘分的 哦 哦 那表面上呢 感觉是 呃 就是子鱼 是 灯灰是子鱼的贵人嘛 但其实如果灯灰牵了子鱼之后呢 灯灰越来越好 这样听得懂意思吗 因为他是属于新野生的嘛 所以他是马 所以你们 互相结合之后呢 两个人其实彼此更有方向